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 您可以看到 枕头山所努力维护的自然生态环境 这是我们的用心 也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一起来参访台湾独有的休闲之地 枕头山休闲农业区 这个地方你走出雪山隧道 它就是一张画布 前面映入眼帘的田园风光 就是枕头山休闲农业区 一处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的地方 这里面积广达600多公顷 人口9000 范围包括同乐村 枕山村 永和村 头粪村等四个村 是一个道地的农村景观 生产过程 那要转变为这个生态的阶段的时候 那必须要组织的运作 然后要怎么样去执行 执行以后你要什么去实践 这个过程很重要 那就是要有一些人来带头带领 那把这个区的一个点一个点 能够带动起来 然后才走上前面性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 大众生活形态的改变 与生活品质的重视 在地方有志之士的努力奔走 及推动下 本区于1999年 经农委会的核定 成立全国第一个休闲农业区的 就是 郑多山休闲农业区 要从传统的生产农业 转型为休闲产业 让游客亲自体验农村的生活与乐趣 还可以了解枕头山地区的历史文化 枕头山休闲农业区 成立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由于地方人士的努力 再加上丰美的资源 让园区的发展与知名 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大量的游客与小朋友户外教学 都选择到本区来学习 来参访 同时也见证了 郑多山休闲农业区的 产业经济转型 是受到瞩目与肯定的 现在目前这个 我想大家共事是最热烈的一个阶段 也许是因为整个一个 大环境的一个冲击 那台湾原有的农业 刚好在这个先人打下的基础 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发挥 尤其在宜兰县 我过程觉得是这样子 听完了在地人士的描述 您就会发觉 振脱山休闲农业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游客 一再地来玩 因为整山地区的四季变化万千 缤纷多彩的美景 令人目不暇己 走进园区 静密空灵的环境 宽若桃园名底下的桃花园 枕头山很多的风景 如山卵 池皮 溪流 都引现在山谷田野之间 很多的游客到此一游 不时听到旅客们的赞叹声呢 接着就让我们慢慢地与枕头山休闲农业区 进行一场山与绿的相遇吧 枕头山的美 自然又质朴 由于近宜兰市区 又离江西不远 交通非常地方便 只要花一点车程 就可以享受到田园乡间的宁静 以及慢活 悠游 养生的休闲生活 枕头山休闲农业区 是一个山林间 属丘陵地形的农村 放眼望去 竟是一片片果园 及一栋栋各具特色的建筑 春夏期间百花齐放 秋冬之际樱花桃里盛开 让人看了美不生收 于是 蓝阳十八景 枕山春海之名 不禁而走 现已成为 火腹盛名之地 在这儿 还可以听到水声 蟲鸣鸟叫 呼吸最天然的分多金 来吧 这是一个充满清零气息的 厚搜宰 无论是住宿 用餐 柴果 赏鸟 玩水 骑自行车都非常的适合 每逢假日游客如枝 各个不同的产业 也为旅客提供服务 创造了枕头山无限的商机 枕头山 休闲农业区 非常具有特色 不论旅游的内容 或者是资源 都非常的丰富 光是农场的体验 就够玩个一天 如果加上户外景点的踏青 那就至少去停留两天以上的深度旅游 您看 农场主人 已将这里好玩的地方都告诉了我们哟 所以说 来到枕头山休闲农业区 你可以体验到各种特色休闲式的农场 以及观光果园 还有 道地且带有香土味的美食餐厅 除此之外 你可以往更高的枕头山上走 那里的咖啡庭园有很好的视野 享受宁静 又享受美味的餐饮之余 还可以远眺 还可以远眺龟山岛美景 这有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说了这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就是 民宿 这里的民宿样式非常的多 有环境清幽的乡村田园市 风雅高尚的欧峰建筑市 仪式独立的隐居生活市 视野宽阔的透天别墅市 不受人打扰的独立小木屋 还有大人世界的豪华会馆 都在主人殷勤的接待与介绍下 不仅亲切 而且又知性感性 身处在这么一个 室外桃源的环境 来这里度假 你可以远离尘销哦 与家人过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休闲生活 枕头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民宿主人除了导览环境之外 也会带客人做各种DIY 回家种啊 很香香香味射击 香香味射击 它没移动了 它没移动了 坐累了 晚上农场主人还会带你们去夜间观察 看看夜行性动物的生态 各种有趣的玩法 这里都看得到 也玩得到 第二天不妨起个大早 细细观察枕头山清晨的宁静 四周浑然天成的生态环境 特别是由天然泳泉 自然形成的望龙体 三面环山的湖光山色 真是美到不行 再看看附近人家 走入田野乡间 了解一下枕头山当地的人文 听听他们的生活 相信会为你带来不同层次的深度之旅 这些年来 国内因环境意识的提高 环境教育已成为 全方位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策略 环境教育的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是教教学生了解到生态平衡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人也是大地的一部分 那其实枕山清晰很容易去 因为它的地形的关系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类似半封闭的一个生态系统 因为它旁边就是有枕山 然后面对蓝阳平原 它是一个半山腰上面 所以它其实在这里面孕育出来的 产业的特性 果实的特性等等 它其实已经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典范 长期致力于休闲产业的枕头山休闲农业区 除了以提供休闲服务与满足休闲为目标之外 如今创造了一个自然生态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 更希望结合了生态旅游与绿岭经济 朝向全新的绿色农场的概念去发展 同时台湾也要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产业 因此具备乡间人文的休闲农业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为休闲农业非常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 从前面所看到的枕头山 真可说是风情万种 流连忘返 枕头山期待您亲自来体验 让枕头山休闲农业区保留最原始的风貌 同时枕头山在农作所做的努力 已成为处处生满生机的农业园区 期望这里能保留最原始自然的景观 诚信给您最没有人工味的修气空间 这几年我们在我们学校在跟整山休闲农业区合作的部分 那其实在于一个农村美学的基础来做 那这个基础是所谓利用学生跟老师利用实习的机会 然后跟各个业主之间来互相讨论 包含它的材料 它的形式 它的美学 甚至于老师跟学生跟农民一起动手做 那来制造所谓的自主营造的这个美学 那推展到现在已经应该完成十几个 像身后这个也是 那这个是结合整个文化的部分 就是说整山它其实有各载系的文化的 发源地的这个支撑 所以对于学生跟老师来讲 也是在教学上 学习上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走过十多年的枕头山 已将田园景观 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 结合成现代农村休闲文化产业活动 也建立了优质 安全 健康 养生 休闲与生态的旅游内涵 这些日子以来 整多山休闲农业区 在业者与产观学的共同努力下 不仅提升了台湾整体休闲产业的品质 整头山也希望台湾的休闲更国际化 让国际人士多认识台湾农村文化的美 整头山期待您的参访 整头山的每一个用心 都是您不可错过的享受 整头山休闲农业群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